一起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总部设在纽约金融区的多元文化传媒集团子公司 美国华语电视公司 日前在三藩市宣布与中国广东电视台建立合作关系 从今年10月15号起 广东电视的粤语节目 每天将在三藩市华语电视KCNSTV38.2频道 与Comcast172频道 每天播出数小时的精彩节目 包括连续剧 综艺 访谈 旅游等等 同一时间广东电视台也会在纽约华语电视 时代华拉有线电视583频道 每天播放6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及国语节目 而广东电视的国语节目 也将在美国全国包括三藩市华语电视落地 播出4个小时的多种精彩节目 这4个小时国语节目将加入华语电视全国频道 除了纽约 洛杉矶 三藩市 三大主要华人聚居地之外 在全国其他多个地区都可以经由Horizon Files电视频道 281频道及无线频道免费收看 日前才获得市议员顾雅明背书支持的第19选区市议员 民主党候选人保罗瓦龙26号再次获得民主党大佬的背书支持 前国会众议员议员艾克曼26号表态支持保罗瓦龙 为他的竞选增加了许多助力 这项背书支持行动 26号上午在黄后区备赛一家老人中心前举行 近来较少在社区露面的前国会众议员艾克曼26号召开记者会 宣布支持第19选区市议员民主党候选人保罗瓦龙 这也是继日前市议员顾雅明宣布支持保罗瓦龙之后 他获得的另一重要民主党资深大佬的支持 艾克曼表示保罗瓦龙是最适当的人选 也呼吁选民给予支持 他证明了自己和自己的能力 他为社区的努力 他有很多质量和我们的社区的质量 我认为他认为他会赢 据了解 19选区在现任市议员郝乐软转入政治现金丑闻后 重新开启了新一轮的选举 选区包括大雪点、白石镇、北塞地区的第19选区 和以法拉圣为主的20选区拥有大批的华裔居民 保罗瓦龙为现任市议员小网龙的弟弟 已经获得了皇后区党部的备数支持 并在日前与市议员顾雅明在法拉圣召开记者会 呼吁选民要在10月11号前完成选民登记 并呼吁选民要在普选日踊跃出席投票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采访报道 为于法拉圣的皇后区植物园今天举行活动 欢送在该园工作50年的雪梨库斯纳退休 市议员贵雅明向雪梨颁发了市议会奖状 也呼吁社区内的亚裔居民除了在植物园休息娱乐之外 也要参与服务回馈社会 原方介绍 今年88岁的雪梨库斯纳在皇后区植物园的工作始于1963年 半个世纪以来雪梨见证了植物园的变迁和发展 她也是首位服务50年以上的咨询员工 为表彰她对植物园做出的贡献 特举办活动感谢和欢送雪梨退休 雪梨表示在皇后区植物园工作的50年 是她人生最难忘的美好时段 她先后在温室教育儿童花园以及财务部门工作 法拉圣选区市议员顾雅明出席活动 并向雪梨颁发市议会奖状 我们也代表我们社区 谢谢她50年为我们这个植物园服务 希望我们社区多点人 很多老人家他需要去公园的话 我们需要很多人来这里帮忙做互联币 做移工 郭雅明表示 植物园是法拉圣地区公共绿地 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优美的环境和休闲场所 随着亚裔居民的不断增加 亚裔居民除了在园内休闲娱乐外 也应学习雪梨的奉献精神 多多参与植物园的各项一工服务 回馈社区 活动中原方还向雪梨转交了皇后区区长海伦 马歇尔国会议员问昭文的表扬状 法拉圣商业改进区日前宣布 第二届法拉圣社区摄影比赛 自即日起已经开始收件 参赛作品的拍摄日期没有限制 每人最多可参加5张作品 主题是用镜头将法拉圣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地点需要在游地区号是11354 11355的范围之内 欢迎摄影爱好者参加 包括州参议员是他文时机 市议员顾雅明 法拉圣商业区执行主任余电松 及多位赞助单位代表 日前都出席记者会 鼓励社区民众踊跃参与 第二届的法拉圣社区摄影比赛 执行主任余电松表示 照片可以表达对法拉圣地区的印象和看法 也期待社区大众能够透过镜头 让大家看见法拉圣好的一面 就了解比赛自即日起开始收件 以电子邮件佼佼错评者在美东时间 2014年8月31号的11点59分前上传 文单位预定在2014年的10月31号完成评选 并在当年的12月1号通知得奖者 比赛将选出前三名的优胜者 并将以提供奖品鼓励 详细情形民众可以浏览法拉圣商业改进区的网站 三个w.plushinbeat.com查询 或打电话到法拉圣商改区718-888-1805询问 话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参访报道 为期三天的美丽中国中国国家画院名家 国家善面作品邀请展 昨天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开幕 由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率领的艺术家代表团 带来了代表中国画坛最高水平的50幅作品 此次由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率领的艺术家代表团 带来了50幅参展作品 通过善面画的独特艺术形式 展现中国传统水墨画艺术 以及丰富的人文精神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领事程雷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等艺术家 以及纽约市议员顾雅宁等人 在开幕式上致辞并未展出剪彩 总领馆领事表示 中国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展览 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文化交流 它最大的这个点在哪呢 在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而且那个就文化艺术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中国国家画院的善面作品展 曾于今年六月在华盛顿举办 展期一周 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积极评价 杨晓阳院长表示 善面画通常是艺术家的随手画 能够体现他们的真性情 可以说是艺术家气质的浓缩 这些随意之作呢 它真正表现了画家的性情 画家的修养 画家的画内画外的功夫 而不是说受内容限制啊 受这个社会其他因素的限制的 一些掩藏了画家真性情的作品 出席活动的市议员顾雅明 对展览开幕表示祝贺 顾雅明还表示 希望未来能在纽约 有更多高水平中国文化艺术品展出 华语电视记者 顾线纽约采访报导 接下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庆祝中华民国102年双十国庆 罗省中华会馆将在10月5号 在洛杉矶华部举行盛大游行 以及升旗典礼 6号的晚间也会有大规模的桥宴 中华会馆主席马国威说 会馆成立124年以来 一直拥护中华民国 并把这个理念写进章程 每一年都联合南加州其他的桥社 共同举行双十国庆活动 今年已经联合了加州 台湾同乡联议会等新桥 在10月5号 于会馆门前的百老会大街 举行游行和升旗典礼 中华会馆的章程 实际上永远的支持中华民国 而且我们在这头 已经有124年的历史 在这头 那么我们没有别的改变 始终是如一还是支持中华民国 活动总干事张自豪也说 10月5号的游行升旗 都在上午10点钟集合 11点开始 游行的路线是在 罗省中华会馆门前的百老会大街 预计有18个队伍参加 像传统的舞龙舞师表演 以及动感十足的行进古乐队 同时还有40位侨民 举起40尺的巨大国旗进入现场 中华会馆有124年的历史 在过去这100多年来了 我们一直在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 因为传统桥社跟中华民国 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国父孙庄先生创立中华民国 是秉持自由民主 那传统桥社也支持 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 所以在国庆的时候 就是大家全球都是非常热烈的庆祝 此外 10月6号上午的9点钟 也会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 举行升旗典礼 当天晚上6点半 会在华部的金龙酒家举行桥宴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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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进行